大家好,我们叫看根一哥 很多时候有学朋友问我 为什么有时候他们做这个 炭氧化的试验要环境水的时候呢 就算他们放自来水啊 他们也发现到为什么有时候 那个自来水也会变透明 其实呢,是比例的问题 那也有人问我呢,是不是因为是烧水 所以说我现在先烧这个水先 那在这边呢,我应该要给你们看 是空的话,没有东西的 没有东西的,那我现在就放水进去 我们就烧一点水 那么呢,在这边呢 我就拿康根的这个 新鲜的康根 那什么意思是比例 意思是说你一个多一个少 它不会正常的啦 所以说你一定要拿一样的比例 假如我这边拿这么多 你这边也要拿这么多 那我这边呢 就这个比较少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杯不阔的 这边杯比较不阔 那这个不要紧,我再放多一点 来 其实还更多了,对不对 好,那我两边就算一样了 1,2,3,4,5,6 1,2,3,4,5,6 OK,我们来看 可以看到哦,自来水 黄黄 那我们来看刚刚的 看到吗,这个就是比例 但是这边黄黄 你看啊,我加够多的话 因为够多水 它一定会那个稀释它嘛 它会硬太多去嘛 那你看我放多的话 它也会变比较透明哦 看到吗,我加更多水 那么也有人问是不是烧水 我看一下它滚了没有 再给它一下 差不多了,OK 滚了 那听得到那个声音的话 滚滚了 OK,那这个烧水的比例是这样 我放的这边的比例要差不多一样 这边呢,我就先放 1,2,3,4,5,6 OK 来 比例差不多一样哦 OK 6 好 那,一样的哦 这边,坎根变透明 我们再来看烧水的这边哦 很烧我不敢,要太快 对呀 嘿嘿 也是有点透明哦 看到吗,黄黄的 还有没有白体的 黑底会更好 黑底呢 黑底更明显啊 对,看明显 OK,来 可以 看到吗 OK,好 所以说是比例的问题 OK,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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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